你可能还记得在这大年初六的时候 当时陆客团为了要抢搭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车 打着打着居然打架打到连手指都咬断了 后来呢现在因为这些陆客团 他们不满带团的旅行社没有积极处理 前往交通部观光局 申诉旅行社怠慢而且要求偿100万元 而且对咬伤他的台积导游提出了伤害告诉 而且扬言哦如果事情没处理好 整团22人就会留在台湾他们不走了